呛呛三人行 扎老师是最近在外国吗 一个月前回到祖国的怀抱 每次回来都特 回来到祖国就讲怀抱 什么道理都要有胸怀吗 对对对 那天是谁说了个话 就是说我有胸还有胸怀 是吧 然后那个 我跟你说外国人在中国 现在也成了一个事了 成了个现象了 对吗 成了个什么现象呢 就过去说干这种事的 一般都往中国人头上栽 但是今天在中国人的地界上 外国人干了这种事 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 这是最近大家就说就聊起来了 这是在上海的高架路上 一辆大巴开着开着就停下来 六个丹麦男子 你知道没有 当街撒尿 小便 然后呢 这个这个 视若无毒 被人拍到 然后 然后警察就 追追追追找着了 那大巴司机说 说他们弄的方向盘 让我停车 说他们要撒尿 然后他说 我就只能停在路 还真走着了 路上 对啊 对 不是这种都有 那个路上都有 都有那个监视器的 其实这个 外国人当街撒尿 因为你们说这话题 我还搜索了一下 马上就有别的国家的人撒尿的 就历年都有发生的 有一回是韩国人撒尿 然后最后呢 是一帮韩国的跳街舞的 说跳得很疯狂 完了一几个出钱 在街上一堆小孩下来撒尿 后来又被很愤怒的追到去 结果人家后来说的 还不仅道歉了 还说我们这看我们这孩子小 人家憋不住了 实在是憋不住了 就让他们撒了一回 写了很诚恳的道歉信 被原谅 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 两个老外在街上撒尿 然后一个中国人看不过 那时候正好是奥运会的时候 说我们刚搞得很好的市容 你在我们这撒尿 不行 然后这两个外国人就打他们 就不让他 后来完了最后发现喝醉了 结果这两个外国人还赔钱 所以我觉得这次他肯定是有原因的 他是不是也是有点醉意 就是一路上在喝啤酒 但喝啤酒太利尿了 你知道吗 他们大概是 好像是从F1上 什么赛车场 好像是从哪到哪 我不知道这几个丹麦男子 就反正 当然也不排除憋不住了 怎么办 我看了一下跟铁 现在你说的对 看跟铁是一大乐趣 什么事情 我归纳一下跟铁大致三类 一类就是八国联军 就是你跑到中国地方来耀武扬威 在我们那条 这已经不是什么华人与狗 你们这么耀武扬威 基本上是外国人欺负我们中国人 尤其是上海 还一大堆的这个八国联军这个谴责 环球日报派 对不对 第二派呢 是批判国民性派 说人家好好的 就入乡随俗 就到了你这里 你们我们自己都这样吧 所以人家就学个我们的样子嘛 就是环境 那是还是倒过来 凡事批判自己派 第三派呢 就是这没收作案工具 说把机器捡了 那么小还好意思拿出来呀 后现代恶狗派 基本上这三派 第一派我也看到了 但是我觉得中国人真的这个悲情文化之持久 这个鸦片战争永远就发生在昨天 你发现没有 只要涉及任何外国人的事 不管是严肃的 比如说是这个领土争夺 纷争吧 这肯定是马上全民这个原来的苦难 从日本到英国全都回来了 小到这种撒个尿 你马上就觉得 我觉得这有点 就我们太夸张了 这个我可能是因为 那个去印度去的多 这当街撒尿真的是 太正常了 印度士 他男的那个小便池啊 就在街中间 他是合法的 他就在那个环形路啊 那个环形路中间那个地方 你就背对 你就背对的大众 投操到里面 就在我们车子开过去 那个男的就站在那里 他是合法的 你这个解答了我一个问题 我对印度一直有一个印象 就是我去太极林的路上 就坐在车上 就在大马路的正中心 那个岛上 我看到一个正在大便的哲学家 就因为他的神情啊 完全是在思索哲学 这我要车水马龙 他在大便 望着这个沉溪 我当时就感觉 这是一个 正在大便的哲学家 你小便的情况 大便有点不错 他就在当街 不分总集的 婆罗门 但是上海是印度吗 对 是 但是我要说 为什么这就成新闻 这就是说 实际上狗咬人不是新闻 人咬狗才是新闻 如果中国人在那嗓 他不会成新闻 就是因为外国人 你们本来不是很文明的吗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做呢 就像以前他们 我们老说觉得 这外国人双重标准啊 一说中国人吃面条 就觉得你一嘻嘻嘻嘻呼 那个声音啊 做西面条 那声音你们太土了 中国人就马上就找出来 那你们还舔手指头呢 的确外国人 他是好像拿着刀叉什么的 可是他就吃不干净 他就舔手 各有各的 我真的觉得 我说这个话 可能有点种族歧视啊 这正是不正确 反正他们外国人也听不到 对吧 我其实感觉 当然我一直比较重阳面外 但是呢 我跟外国人接触多了 我有种感觉啊 他们啊 是被这个礼仪啊 文明啊 管束的一种野兽 嗯 你知道吗 就是你理解我的意思吗 就是 他们寻话 没有我们时间长 对 我们中华文明史啊 5000年 他们的这个文明史 没有我们长 我是在这个意义上 我可不是种种族歧视 这你得承认 对吧 我们的文明史比他长 那么 那么人身上带有的这种兽性 因为我有时候在外国 你知道吗 在荷兰在哪 大部分外国人 那都是绅士 比咱们文明礼貌多了 但是有时候你碰见一些啊 那些个没教养 很没教养的外国人啊 我觉得他身上表现出来的人的那种野蛮啊 兽性啊 更让我有一种 我觉得这不太像人 就是就是有时候 他的一些很野蛮的动作 有时候在 我跟你说 有时候在北京酒吧里 对 北京是个什么地方 就国际破罗户呆的地方 有时候在北京酒吧里 你就看那些老外啊 这就是 为什么打架最后打 有时候打到公安局 北京市民就投诉啊 就为什么外国人就就不管他呢 就是我见过这样的 那个老外喝醉了酒啊 就骚扰这个中国女孩的那种啊 真的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只不知道我是不是有偏见 我觉得比那中国流氓 还那个像野兽 就他就又长得又像牛一样 因为他 毛又多了 你觉得好像就没有听力 这个人你知道吗 就没有没有没有听力的一样 他做一些动作 完全不顾及别人 这跟我对外国人的美好印象 也是相当大的反差 中国人就是这种两重 因为被打败了 这打败就是他们军事强嘛 军事强 然后这个人的战斗力也强 这些就是 这个他们自己还都分高下 也都按这个分 就是这个 这比如说法国人就软一点 他文化的就 更更更更 寻化时间长 文明有攻击 南欧的历史长吧 在这他就 北欧的历史多 他软文化看得起 丹麦 我跟你说 说到丹麦 前些时候 我在纽约一个饭局上 这些都是都是白人啊 就各有北欧的 有南欧有美国的 就说现在这种人工配种啊 你知道 因为现在很多是生孩子 不用自己怀了 他去就找一个种来嘛 一些最贵的 丹麦 就精子 北欧 种最好 丹麦挪威这一带种最好 他认为就是说 从两方面 最强健 然后他认为是最美的 就是骨骼是最完美的骨骼 然后皮肤是最好的 最强健的 一定能传下去 传下去 生出来是最美的 最强健的 然后当场我们就有一个 意大利的 这南欧的出身的一个教授 人家气死了 说的 那么头脑呢 智商呢 人要从那去吗 这能论价吗 人家不问头脑 人要的是精子啊 没错 精子里面包含头脑 你这什么 当然 你以为精子里没头脑的 遗传 但是说 那父亲的遗传 到你哪里去了 这可以 脑头脑全在软子里 这就是教授的反应 我跟你说 他有一个统计 他也有一个回答 就统计上说来 这个漂亮的父母 生出来的孩子 漂亮的是美的 这个几率要高于 就是聪明的父母 生出来的孩子是聪明的 漂亮可以遗传 聪明难以遗传 而且北欧低温 对精子有利 真的 真的 平安就凉快点 将军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如果每个人都心怀大爱 放下小小的一笔 给予小小的支持与关怀 分享小小的温暖与希望 凝聚两岸三地 每一份善心力量 让诚意收获尊重 幸福不再孤单 焚酒公益中国 星期六 凤凰卫视中安台 完美人生 完美中国 中国完美 我觉得是不是跟喝酒有关系 老实讲 我有时候在外国大街上 我觉得外国人这个酒得 就喝大了以后 挺恶劣 经常能看到一些 就是他们清醒的时候挺好的 像个人似的 一喝醉了酒 你发现没有外国那酒吧 经一些乱七八糟的 酒对他们的生活的破坏性的影响 他们自己也看得比较清楚 在中国的里边 喝酒是一个正面的东西 文人喝酒 对不对 一般大家起庆喝酒 在美国如果说一个女的 如果说她是喝酒的 老公都很难找 对不对 是作为人生弱性 续酒 中国是美女能喝酒 就战无不胜 对不对 是一个美德来歌颂 所以酒的那个危害性不同 不过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们在网上被人讨论 本身比他们这个六个人 一排站着事情更重要 他说明了 因为中国人现在跟外国人 这个关系 这个以前我以前讲 这个约达夫这个郁闷 说是一个姓 一个民族 一个是姓 其实今天网上就是 你什么时候去涉及民族 涉及姓 就变成一个热帖 就这个道理 仔细想一想 中国人这种 中国人外国人 这么一个区分法 在美国不那么明显 移民国家 谁都是外国人 对你见到一个人 原住民已经被他们 你见到一个人 你长得像菲律宾的 或者密鲁的 他可能也是美国护照 所以他们美国人 没这个概念 欧洲呢 其实他国家概念很强的 比方说英国人 记住法国人 是永远的敌人 法国人也永远记住 英国人敌人 他们互相之间 就像刚才意大利人 跟北欧人 但是呢 因为他们实际上 他有一个沟通的渠道 就是他们的宗教 比较一致 所以他们有很多 而且他们互相的工作环境 生活太容易在一起了 对不对 能够跟中国人这种 跟外国人比较的 这种概念 我觉得最相像的是日本人 就日本人啊 可以说比中国人更强 就是什么事情的二元分法 更外外 日本人 就是说我日本人 外国人 日本人而且坏在什么地方啊 也不说坏了 就说他分三类 他是日本人 他如果你评论一个事情 很不像话 比方说你三要 他要谴责你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一句话 就是说你是日本人吗 讲这句话就有点像 就是你这个 就是很重的一个批判 然后呢 他把白骨骨骨骨骨呢 是指的 其实是反指欧洲人 另外一个呢 我们呢 丘骨骨骨骨骨 中国人 西南 他分成这么三类的 这就是非常奇怪的 这种处理的关系 中国人的这个哲学呢 你就可以从他的一句 跟撒尿有关的邪后语里来分析 我听评书听来 邪后语挺逗的 说小鸡不撒尿 各有各的道 听过吗 没听过小鸡不撒尿 各有各的道 你见过鸡撒尿吗 这个鸡啊 大小便是一个口出的 鸡只有一个蟹之腔 甚至有人说鸟类 那我就没研究了 反正这个鸡啊 它只有一个蟹之腔 它大小便都一个口出的 比如说那个鸡的 这个排泄物当中 那个白色的部分 里边有尿的成分 所以中国说评书 有一句话叫小鸡不撒尿 各有各的道 就是表面你看我们海纳百川 就是他各有各的去 意思就是说撒尿也行 在当街撒尿也行 他就没什么意思 这个意思就是说 中国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要能够容纳各种各样的人 就蛇有蛇路 鼠有鼠路 个人有个人的路数 但是问到你刚才说的日本人 日本人是和德国人这点有一笔 是极度清洁的民族 他从其实我们如果再往前看 你会发现他在那个西化之前啊 也被西方人到那去 我记得我忘了看的是谁的回忆录 也说他们很不干净 但是至少在他现代化以后 他变得非常的清洁 然后这种清洁使得他对这种不清洁 也有一种本能的反感 你看这个我记得这两点 其实外国人和外国人也不一样 就我前不久跟一个 就是东北的一个阿姨 她是去那个北边打工 她是叫叫什么福远啊 就在边境上了 她说那边他们都叫外国人 都叫毛子 他们所谓的毛子 其实基本上是俄罗斯人 过来打工的 她说你看他们就比我们的人文明 我去他在参观西三国安里打吧 他说你看我在餐馆里打工吧 他说我端了很多的菜 我从厨房里往这边端的时候 这一堆这个有毛子 他说有中国人 没有一个中国人会那个 就完全视若无睹 根本没人管 他说那毛子马上就过意不去了 马上他会起来帮你 他就这个态度 其实你完全是陌生人嘛 他很文明 可是他也知道他们酗酒 他们抽烟 就像就是你说的 他一旦他真的醉了 他就变成另外一个了 可是他这个文明的这个习惯 实际上比如我们这边的要 要他在日常生活当中表现出来的 其实是更文明 在这点上来讲 可是日本人 我觉得他就另外一回事了 你如果不遵守他一个规则 我听说他们在日本的那个 就是他们的这个地铁里面 如果有一个人出声 那所有的人马上刷 就是怒目而视 你哪怕你是接个手机 对 就是所有人你犯了证度了 就是当众接手机 大家就觉得你尤其是开会啊 什么的 他那个舆论的这个东西 还有日本人的地铁里面不高声说话 然后他们打瞌睡 那脚不翘起来 我也真受不了 甚至日本人的这种民族 如果这六个丹麦人 是在东京这么撒尿 会怎么样 也会报道 我觉得也会报道 然后但反过这个事情 日本人会怎么样 沉默 忍术 忍 是吗 对 他们把他们另外 他们也把人家叫义人 他把外国人叫义样的义 他把外国人住的地方叫义人馆 也有网友这样来说 他就说 如果这是六个中国人在外国 这样撒尿 那又要被人笑话了 又要批判了 所以中国人我觉得 就这件事情讨论 其实是针对一个 就我们普遍的自卑 中国人包括对这种自卑的一种反省 你明白 因为中国人现在对外国人 你有没有发现 同样一件事情 外国人在中国做 中国人有时候加倍的快感 比方说京剧 春晚上京剧 要有个外国人来唱 觉得他唱我们的戏 或者因为中国人 他说几句中文 就马上被受到夸奖无比的 艳丽的参与讲得真好 中国人在外国人 你英语讲得飞快 没人觉得你应该的 对 最近你知道有一中国人 在中国唱红歌唱红了吗 外国人 对对 外国人唱红歌唱红了 他唱上瘾了 他说他要一辈子这么唱下去 某主席说我最爱读 下面的人开心死了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赛布鲁斯危机复杂 政治经济学理的三主连立方程是 有解还是无解 每日演练夺岛 中国决定登岛 第三次中日战争 有可能爆包吗 中国投资兴建东非 巴加墨约港口 列强在印度洋 博弈谁占先手 美国专家认为航母无用 引发争议 中国该怎么看 什么是新世纪的三国演义 什么是新型大国关系 北京银行 时评大财经 新四百商 凤凰卫视中安台 整体打包更省心 哇 都替我们搭配好了 分期付款更省钱 真划算 智能配送更省时 看 还有会员礼物 来苏宁省更多 云苏宁够无界 有时候我觉得我重阳媚外 我对外国人的美好印象 是从我见到的第一张外国人的脸开始的 我们小时候没见过外国人 你知道我见的第一脸是我在武汉大学的时候 我记得你看很清楚 在归原寺好像是一个庙 然后就是一个外国人 就是我叫我的一个同伴的名字 他可能以为我在叫他 他是背对着我 你知道吗 一个白人 一个白人金的头发 一个背包客 一个白人 你知道吗 我印象非常清楚 就是他转过头来的时候 他还没看见我 他在这儿 他就开始笑了 你知道吗 他笑着过来 这个一幕给我第一次见到外国人 我从此就觉得 我说这跟我们中国人不太一样 我说我在街上我要拍你一下 那肯定是一个充满狐疑的 怀疑的警惕的眼神 所以我老觉得 有时候你看外国人现在还表现成这样了 我还是忘不了 我觉得他们是那样的 我也记得印象 那时候就是说 我父亲往我们家里 这是八十年代初的时候 带回来一个美国人 这个美国人 而且就特美国 你知道不仅金发蓝眼 而且个子特别高 一个瘦高的美国人 然后所有的我们家的亲戚 包括是什么姑姑什么 都说 哎呀 这会不会是克格勃呀 你知道吗 他第一个反应是这样 就怎么能带到家里来呢 然后还要 还要跟街道 什么打交道 然后可是这个美国人很放松 他比如说吃 在我们家吃完饭 他留了一点饭 然后我妈妈说 哎呀 你怎么 你怎么剩饭呢 他就说 给鸟留的吗 他就会 然后说 你真瘦真高 然后他就专门下楼 跟电眼杆旁边 他就站着 就是说你像个杆子 他就跟电眼杆一起合了个影 然后送给你们 然后你马上就觉得 外国人没有你那么紧张 不仅不是克格勃 他自己很有自嘲的这种 性格 然后这个外国人就 基本上就变成常人了 有这么一个过程 现在呢 我们简直就是 还在这个过程的尾端 就是说不仅他们是常人 你还是没有完全那个预设啊 变成他们是特务吧 已经预设他们又是天使 他们不会撒尿的 他们太文明了 我觉得就是说 现在还是应该要有一个平等观 就随着中国的外国人越来越多呀 你也得意识到 他们当中不靠谱的也不会少 而且他们跟你一样都是人嘛 对呀 但是伴随着 这真的是伴随着中国整个近代史 外国人的对外国人的看法 也是中国人自己社会变化的一个镜子 我印象最深的是 我那个时候有个复旦的学生 跟我一起坐车 一个女生金发的 重要的不是这个外国人在你边上 而是这个外国人在你边上以后 周围中国人的反应 他们就用上海话在旁边 叫羊肉 帅羊肉好吃 什么什么 就在讲这些话 就是把你当作是一个 就是认为你这样这样的 所以就是一个异类的东西 一进来以后 它更大的变化是在你周围的同类的这种反应 我觉得今天一样的事情 就是这个六个人一撒尿 为什么说涮羊肉 我有点没 他的意思 你找了个羊牛 明白吧 你是 我一位把他当食物 就是说你找了个羊牛 羊牛的味道怎么 就是说他这个联想是非常丰富的 我们讲就国人的这种联想 北京也有叫你说你找一外国女朋友 就找一骰糖 骰糖 有色 颜色的色 骰糖就等等 有色的糖 对 现在虽然好一点 但是你周围的环境一下子都发生变化 本来人家根本不看你的 你想那电视剧那时候还火了一阵叫什么羊牛在北京 那才是什么时候的事 都已经都九几年了吧 那整个那里边那种就是 也其实也很中国男性的反应 你没觉得就是说女的找了一个外国的男的 这更让人受不了 对对对 你中国的男的找了一个外国的女的羊牛 你还觉得我们把他们给办了 你知道吗 是这种的羊牛在北京 这可以 那里边那个男的都是一定是羊牛追我们 追我们的帅小伙 然后我们帅小伙还有点看不上似的 然后最后就是说也把你就拿下 对吧 但是如果反过去 反过去那这个女的简直要不得 不是从数量上来说 确实是中国女的找外国男的多过多多过相反吧 所以是啊 是所以他这个受不了就是更更受不了 你也得其实这种现象很自然啊 就是说中国的女的找外国的男多于反过来 那这现象又是为什么呢 问我吗 对啊 他有什么阳性文化阴性文化 为什么外国女的好像有点看不上我们男的呢 也不会 也不见得看也有这样的 也有看得上的 但是呢 的确是中国的男的 你要按这种品种的评比来说 的确 品种的评比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天凡人的真正是上司 她们男的就拍的 什么地啊 品种嘛 品种嘛 种途 东坎 性格 全部 录奋 他的 流 Neo nelle